半年转六医院 家属控 重瘫者成人囚 瘫痪病患住院有28天限制的潜规则 病患家属澄清 瘫痪病患受伤住院 每月被迫在不同医院流浪 平均只能住28天 许先生的家属下半身瘫痪 6月到台大 7月转荣总 8月到振兴 9月到阳明 10月回荣总 本月又到振兴 如果下一家医院没着落 就要选择自费住单人房 一周要花上万元 脊髓损伤者协会说 脊髓损伤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与复健 流浪在各医院而被迫中断疗程 或从头开始评估 对医疗资源也是浪费 其实就是28天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下一间医院是要去哪边 人挂了很多间医院等通知 好像没有通知的话 我们又不知道说 没有通知到 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健保署说 没规定健保病房只能待28天 只是住院超过30天的病患过多 会加强对医院抽审 健保病房资源有限 大医院应以处理急重症为主 复健治疗不一定要住医学中心 区域地区医院都可考虑 动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